足协理事长林永诚颁发季军奖牌给东帝问时,现场东帝问对职员对名次有意义,求冤退回奖牌,颁奖人林永诚也一脸迷惘,记者林郑坤社,记者林岳府台北报导,台湾南族三连胜之资在足协国际邀请赛称王而来台与会的菲律宾,东帝问及辽国最终名次到底为何却出现议论, 东帝问甚至不满被排在第三,一度拒绝上前颁奖,最终在足协与东帝问教练沟通清楚竞赛规则后,只能倾然接受冀军的事实。 菲律宾、东帝问及辽国最终战机都为一胜二败,东帝问教练不断强调,应将和台湾对战成绩渗入,他们排名就是排在第二。 不过,根据此次主办单位赛前规则,当三队成绩护耀时,只能比较三队彼此的对战成绩,因此菲律宾为正一分,东帝问为零分,辽国为负一分,因此东帝问教练抗议无效,最终只能倾然接受第三名的事实。 东帝问对职员对名次有意义,和大会沟通,记者林郑坤社。 东帝问对职员对名次有意义,和菲律宾对集大会沟通,记者林郑坤社。